-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組裝進階戰機的大魔王 Main Ghost Toe 那今天有消失要出MK2 但沒關係 模型買了就還是要組裝了 因為這種消失在模型界很常見的 就是你買了一隻之後 就會有下一隻的消失 就很常被錶了 早就習慣了 那封面就是這個樣子 非常的帥氣 那打開盒子看一下吧 研究一下連結 好像連結束中等 那說明書就是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很帥的設定圖 那就趕快來組裝吧 模型裝好後就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裝這個模型有點五味雜成 因為MK2要出了 不過我看了一下MK2的造型 其實沒有說真的很帥啦 我覺得兩隻各有錢 像這隻我就覺得頭比較帥 然後當手的爪子也比較有特色 那MK2是變成兩隻手都是爪子 然後背上也有爪子 就是見仁見智啦 不過MK2我應該就不會買了 那這個鬼魂的造型呢 我覺得還蠻帥的 那我覺得它混合了很多 別的知識人作品 比如說自動戰艦的黑白河啊 自動警察的櫻桃獅啊 或者是黑龍腳 我們神經蟲撞的黑龍腳 好像也有混到一點 就感覺還不錯啦 還有混到一點那個 魯魯手裡面的紅蓮二世吧 都有點像啦那個影子 那近距離看一下 它最帥的武士 大概就是這個爪子 那這個爪子呢 也是唯一有補色貼紙的地方 像中間這個紅色圓圓的 跟爪子上面這個藍色的地方 不過這些貼紙都是選配的 因為不貼的話也可以 這個好像就是發光的狀態 才要貼這些貼紙 那它的可動度呢 就只有爪子這邊的可動度而已 就這樣而已哦 那我覺得這個爪子手 如果再做大一點就好了 現在好像小了一點點 就比較沒有那麼有魄力了 當然手掌這邊就是有小光 左肘超過90度 手臂360度可以 然後肩膀上抬 二頭肢旋轉 肩膀這邊的關節可以往上抬 也可以往前往後 右邊這個手 右邊這個手除了開轉手以外 還有附贈這個 握石的手 那這個握石的手還蠻特別的 因為跟正常人的握法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頭呢非常的帥哦 也非常的邪惡 那另外一半呢 就是有毀龍的感覺 也是很有特色 那頭跟脖子是兩個穿小關 所以可動度不錯 頭的側面看一下齁 真的有點像自動檢查的櫻桃石 那另外一邊毀龍的地方 那這個噴測器呢 它可以左右這樣轉 然後也可以打開來閉合 還不錯 那下面這個視節呢 也都刻畫的很好 那這個紅色的地方 就是分件分出來的 它不是貼紙 很精緻哦 腰的關節呢 前後動 然後左右這樣旋轉可以 那距底下這個根部也可以旋轉 大腿還可以左右 夠大約劈腿的程度 也有一個水平的旋轉 大腿可以抬到這麼高 屍蓋彎曲 因為是逆軸 所以就是這樣子彎曲的程度 它可以往前凹到這樣子 那腳掌這邊有接地 這邊有旋轉 爪子也可以移動 小腿這邊的裝甲可以轉動 屁股這個群甲可以打開來 那裡面也是有視節 並沒有脫光剪掉 那這個紅色也是分側 分出來的 那跟主角姿比較一下就大約撞了一圈的感覺 非常的霸氣齁 正面看一下 轉一圈 看一下背後 非常的有魄力齁 以上就是禁劍上知 鬼魂的簡單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